那麼蔣王安跟王必勝兩個吵起來 蔣王安說白色巨塔裡面一片漆黑 白色巨塔裡面應該至少白的 怎麼是黑的呢 為什麼 因為當時 王必勝就罵蔣王安 說你當時明明看過合約 明明是孝啟五年 你為什麼講三十年 沒有看過也就算了 蔣王安說那個合約打起來 裡面一大堆都塗黑的 有幾種可能 一種講話跟我沒有注意到幾年 因為塗黑的很多 第二個 就算注意到 舉例來講 如果我昨天講過 再講一次 你們可能 假如我原來說三十年 合約一看說五年 我能出去講嗎 你們搞錯了 因為那個合約是要保密的 我們是參加秘密會議 我能出來說那個合約其實是五年 你就洩密了 從合約的角度你就洩密了 我通通不能講合約怎麼樣 王必勝就咬這一點 你明明看過那個合約 你為什麼不出來澄清 說不是三十年 是五年 所以講話很說 你怎麼塗的道指都是黑的 反正吵架 王必勝就說 你是混淆視聽 是個賊 然後台北市政府就說 因為發言人說你們手握行政權 中央行政權 還有麥克風罵街 還罵人家是個賊 另外承見人說我們價格是合理的 然後郭正亮還是什麼 反正有人說沒有逐批檢驗 食藥署說我們是逐批檢驗的 沒有不逐批檢驗 但是也有台大的名譽教授紀偉珠 跟劉仁沛他是統計學的會士 我的學長 他說合約是不平等的 因為合約第一個你也沒講 人家為什麼要做三期 你不做三期 你二期用這個橋接 就說是可以了 而且三期還要有 隨機分派對照臨床試驗 跟我們講那個 同樣民意調查一樣 要隨機 然後分派還要對照 然後你就通過緊急授權 之後沒有關係 你說當時很緊急 之後你要追加三期試驗的結果 你也不追加 就是這樣子 我就是這樣子 老子就這樣看你怎樣 反正政府也買了 花了40億 反正我的股價也從28變成400了 我的市值也從30億變成800億了 你要怎麼 蔡英文 賴清德 陳建仁 什麼都被綁拿出來打了 所以他就是說 這個是不平等的 就是說你當時沒有做三期 你是不是應該補做 他說這些國際大學都做了 為什麼就你可以不做 所以他說合約上市不平等的 另外 中國又做出致死率100%的變種病毒 那到底真的假的 到底要幹嘛 我們看一下 衛福部還有集團署已經多次的說明 當時這個700塊錢是為了在 編列預算的情況下 按照各方的資訊所訂定的這個價格 那政府只是用它來做預算的編列 在全世界都是這樣在做 當我們這個疫苗已經得到了EUA以後 我們在跟這個疫苗研發公司 在議價的時候 我們政府也盡量的調低相關的價格 所以政府是以確保這個疫苗有效 而且安全 然後以最合理的價格來取得 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王必勝跟蔣萬安之間的吵架 已經到了沒有失去理性的層次 而且現在選舉完了 這個其實對高端 大家平行進去 就是說他有時候不對好好檢討 尤其是國民黨團 就要設一個小組 專門研究高端才對 所以他罵他 說你有失國家領導人的格調 蔣萬安還沒有達到那個層次 你罵人家幹嘛 提早高台對方的位置 蔣萬安說這個白色巨塔充滿黑暗 這也錯 我跟你講高端跟衛福部之間的關係 不甘白色巨塔什麼事情 人家所謂白色巨塔 話劇也好 電影也好 白色巨塔是那個醫院裡頭 醫生跟護理師跟一些病人之間 年輕搞八的一些情節 跟高端這種疫苗之間的關係 但是講話也是亂講一塌糊塗 所以台灣人說 想罵 恨沒有話 就什麼話講來就亂扯一通 但是我覺得高端既然都 你現在就解開他裡頭的內容以後 大家真的看不出有毛病嗎 既然是這樣的話 既然沒有毛病的話 為什麼要拒絕拒絕公開那麼久 那現在為什麼現在公開了呢 因為選舉過了 那這個就不能因為選舉過了 就放鬆 就是說現在環境 兩點也沒辦法 我覺得這個態度是應該 國民黨是要加油了 我跟你講要講兩段 2022年 國民黨那時候的總召是我 我們在衛環 衛環是在中心 在那個群銜樓的八樓 我們早上六點鐘就去攻戰 我們打了一下 後來柯建民找我協商 願意啊 願力成立一個調閱委員會 那調閱委員會 當然是衛環的委員 我們主要是請衛環的委員去參加 我回來以後 反正我們黨團的同仁 還有我們幾個委員也跟我講 通通幾乎都是黑的 黑字 後來媒體報導 不就是說要封存三十年嗎 如果你王必勝真的有道德 你道德水準那麼高的話 你為什麼不出來更正媒體說 不是封存三十年 是封存五年 你為什麼不講 他有講 沒有講 那是後來 當時都沒講 而且好像主計還是審計說 什麼到了20何年 50還是45才能公佈 在選前幾天 之前我的認知 我的訊息就是三十年 第二件事情 剛才說台大有兩位名譽教授 第二位教授劉仁沛 我跟他認識 他是台大農業系的教授 我要跟各位報告 台大主要教統計的都在農業系 他們有一門課叫試驗設計 四個學分 很重 台大沒有統計系 像我的母校中心法 在我們說有統計系 他沒有統計系 劉仁沛是台大農業系畢業以後 我到美國去唸了博士 他唸的博士學校 就是肯塔基大學 是我的學長 為什麼農業需要搞這個 因為最早統計是從農業出來配種 什麼跟什麼配 配遺傳 遺傳就是靠了統計來計算 統計的發展來自於英國 英國後來有東印度公司 大量的在印度發展一些農業 所以他的統計是從英國的農場 從印度的農場搞出來的割血 劉仁沛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他拿到博士以後 他在美國待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他都在藥廠 我們念統計很多人 大概有比例滿高的 到美國的FDA 就是Food and Drug 食品 台灣的食藥署 他食藥署就需要 他們要很多統計的研究分 留任費就到了藥廠 做了 待了很久 所以他對這個流程 美國的FDA他是很清楚的 我在講跟各位報告 高端在跟我們 衛福部簽約的時候 他只做到二期的期中 中間的中 最後期末報告 你看他偷懶不做 後來好像還是衛福部幫他做的 用到大數據幫他搞出來的 我平常講 新的立法院的 要二月一號就要開議了 我是覺得我建議 不管是民進黨也好 另外兩個在野黨也好 都應該針對這個問題 把它打開天上說亮話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告訴我們這個來龍去脈 到底是什麼 不管是從價格 從他的合約 以及他的有效性 麻煩要查清楚 來 齊凱 你們新委員怎麼看 這個合約公布了 可是好像 大家以為說是要黑箱就打開 沒有 打開之後發現裡面 太多太多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一般人 一般的民眾都認為 他是一個不平等的合約 對不對 光是那個價格為什麼這樣子 剛剛趙大哥講的 為什麼你三期沒有做 更嚴重的 民進黨為什麼一路幫他開綠燈 所以我是覺得合約的公布 只是一個開始 所以包括我們的民眾黨團 我們內部都一直 不是只有聯合報提了什麼 六大的這個問題 只要一開議 這個還是我們問政一個 非常重要的 這是謀查害命的問題 而且老實講 這個問題不是 你看到那段時間 因為高端這個事情 包括你後來 一些該進來的疫苗沒有進來 有多少人因為這樣亡死了 所以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民眾黨這為什麼 就問政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重點 我講幾個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因為我覺得一個這個 剛才講說 我非常非常尊敬費委員 因為我自己也在未還委員會 但是剛才說這個高端的這個 他是公文保存30年這件事情 並不是 只是只有最近才在講的 這邊這個新聞是2022年的新聞 當時其實就不斷說 他並不是封存30年 不得公開30年 是公文保存要30年的時間 當初的新聞其實就很久 為什麼不叫5年 為什麼要等到選後才公布 那你就早一點 那時候全民都要求 我先講完 第一個事情 第二個事情是 我完全同意 今天把高端的合約以後 大家可以來仔細的檢視 挑毛病我都贊成 不是挑毛病 檢視 好 把他檢視清楚 我覺得用嚴格的方式檢視 我都贊成 但我要只講一個事情是 用專業來處理這個問題 我只用專業處理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也有做好心理準備 公開了以後 大家會來嚴格的檢視 也該嚴格的檢視 有問題的把問題挑出來 沒問題的問題 大家就確認沒問題 我只要說這個事情 再來一點 我要說的事情是說 為什麼是在選後 很簡單 我說實話很簡單 我在這邊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也不喜歡高端這家公司 我也不喜歡高端這家公司 當時坦白說 記不記得那個王宏威委員 不是爆了一個說 什麼薛委員跑來黨跟黨團討論 當時黨團就問 能不能公開 就把它公開了 就把它公開 當時是薛委員來黨團 跟民進黨的黨團就來討論 能不能就把它公開了 當時包括幾位服務說 大家也想公開 但是確實要跟高端談 因為這個公開認識 需要兩邊都同意 後來高端說 好 他要來開董事會 這個整個的進程 其實就是這樣 當時大家也說 那就把它公開吧 這個都是推卸之者 你們跟高端在演窗謊 我告訴高端 這個狗吃的毒氣是誰給牠的 狗食是誰給牠的 他要開董事會 他可以馬上立即開緊急董事會 哪些要拖這麼多天 你們就怕影響選情 很重要一件事 我覺得講挖爛說 白色巨塔一偏黑 這是沒有錯的 我跟你講立法委 是擁有文件吊業權 你吊來文件 誰叫你塗黑塗得這麼厲害 我跟你講 達政案的召集的是我 文件吊業委員會 我告訴你 沒有一個地方敢塗黑的 而且裡面都是機密資料 我問你 你們高端的這個東西 合約上面有寫機密兩個字嗎 我們調來看的 放在立法院一個房間裡面 誰都可以進去看 只是不能拍照片 我告訴你 沒有全部都是機密 沒有一個地方是塗黑的 你們就是心裡有鬼 怕見不得人 而且還講 我們這沒有比較貴 沒有比Phyzer貴 也沒有比莫德納貴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第一個 人家沒有拿你政府補助 你高端拿政府補助4億多 第二點 那從外國進口進來 這一路上冷鏈的處理 多麻煩要多花錢的 你就在台灣 你省很多的事 省很多的錢 省很多的時間 而且你拿了政府的補助 然後你還敢講說 我的價格沒有人家的貴 人家也世界承認了 你們是誰承認 你們就民進黨政府承認而已 而且他不需要冷戀 他不需要冷戀